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志明医师 今天很荣幸又再次邀请侯医师来到我们的诊所 想跟大家讨论一个 真的是万年不是月经体哦 这是日经体 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 就是圣结石 首先第一个想要问候一次的就是 请问圣结石它组成大概有哪些 还有为什么会结石 先了解一下基砖 在台湾大部分圣结石组成 还是以草酸钙结石为过 统计大概60%到70%是草酸钙结石 其他包含像尿酸结石 光氨酸结石也是不少 但是最多还是草酸钙结石 在对民众的味道来讲 我们以草酸钙结石来当做一个基准 当做这个内容来跟大家做卫生教育 为什么会产生结石 产生结石的原因 大概物理化学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是 我们就很简单来讲 大家有没有想过 清洗家中热水器的时候 两个月三个月没有清洗 会发现里面有一层结石 对对对对 或是说大家到郊外的公厕 去看那个小便斗 你会发现上面有中乳石 真的 很恶心的那种中乳石 那个广义上也算是一种结石 是 那我们结石产生的原因大概会成几个 第一个它一定会结晶 因为水当中的一些矿物质 浓度越来越高 从原本的过饱和超饱和到结晶的慢慢慢慢堆积 就形成一个结石 一般形成结石的话 刚开始它会在肾脏里面 是 病人一开始都没有什么症状 我们在座很多的朋友 可能他会有结石症 哇非常的痛 通常结石够大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症状 是 产生的症状包括在发炎的时候 在移动的时候在刮的时候 或是栽住输尿管造成阻塞的时候 就会产生症状 这种症状病人都 那一公分以内的是可以排尿排出来吗 有机会 有机会 OK 我们一般会介入性治疗 大部分密尿科的共识是0.5公分 0.5就可以介入了 0.5分以上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曾经有那个2公分的病人 这样排出来 你说用尿液就直接尿出来吗 它拼得喝水 尿是2公分的结石 而且它一路就一颗结石的奇幻飘流 从肾脏输尿管到膀胱 然后到尿道 它整整排了半年 好厉害喔 最痛苦在哪里 在尿道 卡蛋 卡了大概1个礼拜 小便就乍射这样 喷出去 它是坚持不想要任何侵入性治疗 所以我要喝水把它尿出去吗 对 没有错 用天然的胸口 真的 我就跟他想说 哇你这个就来 我们就简单的处理一下 很快就处理了 是 可能几天就可以处理完的事情 你要搞了半个月 是 不过它非常的自豪 而且那个结石 我说你可以送给我不行 不穿加宝 它这个可以当金氏记录吗 可以自行排出最大颗结石的记录 刚刚讲到是因为它的浓度超过一定 那浓度超过一定 可能第一个就是水喝的不够嘛 通常水喝不够到什么程度 可能还会有结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对 我的亲友甚至我的医师同事 他都是结石的患者 对 结石只要通过一次的终身难忘 那我怎么预防结石 是 多喝水嘛 是 怎么定义多喝水 对 因为每一个人的年龄 身高体重生活形态都不一 都真的 我跟我的患者讲说 我的建议很简单 喝到小便变成无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喝到小便变成无色 你会表示说它的浓度是太浓的话 就会很黄嘛 是 对如果是轻轻的话就表示说 你喝的水是够的 其实王医师门诊 你尝试用这样子来建议 真的喔 我会吃B群嘛 我没有套好 哈哈哈 他说 王医师我早上吃B群 为什么我到下午小便变得很黄 你的水分要注意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如果它都一直还那么浓的程度 就表示水可能不太够 想到第一名是草酸钙 那是不是就是草酸的食物含量太多摄取 就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哪些是草酸食物 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是 王医师帮我们大家问我们在门诊 很多病人都会 共同产生了一个疑问 对 炒酸的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 对 还有盖这个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 对真的 在早期很多的诊所或一些医院 它会有一些民众的胃教 对 它说你如果是节食患者 乌笋不能吃 是 菠菜不能吃 对对对 豆腐对 对对对 大家聊个字也危险 对 我今天讲说这个都是很早很早一些的 像我们长庚医院至少在我的门诊 我最久的嘛 都把它说掉了 因为在最新的一些实证医学当中 就是说针对大部分 我讲是大部分 OK OK 针对大部分的患者 要靠饮食来改善你的节食 其实不是那么实际 各位知道在哪些食物里面还有草酸吗 在所有的深绿色蔬菜里面都有草酸 我刚刚那患者他讲 他把各个医疗院所的 胃教肝脏 集合起来 然后用Excel 这样跑起来 就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吃 OK 没有东西可以吃 你只需要水可以喝 对 只需要水可以喝 真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 那我们一般还会认为说 对 结食患者的饮食 还是要均衡 还是要均衡 OK 蔬菜 肉类 蛋白质 五大营养素 都是必须要的 所以变成说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情况下 去摄取均衡的饮食 就算还有草酸 也应该不会产生草酸钙 所以等于说草酸钙的形成 它还是要有点病理的背景在后面 是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产生结石的草酸钙 它是在尿里面 嗯 它是在尿液中的草酸跟钙 其实量不多 是 我们吃下去的草酸跟钙呢 形成草酸钙最重要的地方 是在我们肠胃道 所以大部分的肠胃道 从大便里面排出去 我们会发现常常容易会得 结石的患者 大概有几个危险因子 OK 危险因子 第一个 他的工作 比如说厨师 问奖 上班族 尤其像我们领口长根 用心科技园区那种 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是要在厂房里面 而且他们只要憋尿 而且又不能喝水 我觉得应该是无城市 他们不能喝水 对 这种工程师 而且他们最胖胖的人 肥胖 肥胖 不爱运动 然后还有不喝水 不喝水 然后他们的工作环境又是闷热 容易流汗的人 他们反而比较容易得结石 所以其实脱水这件事情 跟特别的饮食习惯 什么可能会有影响 那我想问的是这个饮食习惯 有没有说特别哪一种 例如高脂肪高糖 有没有哪一种会容易有结石 高脂肪 高脂肪饮食 高脂肪 饱和脂肪 OK 就变成说其实应该是肉类的东西 它产生结石的几率 会比植物性的还要再高 没错东西蛋白 所以我发现以前有些做生酮饮食 我讲的是那种高脂肪生酮 它就是吃肉吃到饱的 其实他们结石的几率蛮高的 没错 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跟高饱和脂肪 这件事情有关 所以就是水喝不够 然后高饱和脂肪饮食 还有肥胖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 减重这件事情 会有助于降低结石的发生率 有这样的研究吗 那这样我很多病人胖胖都结石了 厚发性患者 全部都介绍到你们诊所来好了 好像应该这样 然后我还要训练他们喝水 而且王医生的诊所我发现太棒了 还有健身房 还培养好的一个运动习惯 结石的好发因子就是不动 不爱运动的患者 因为他就是久坐嘛 没有坐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卧床的老人 对 卧床的老人也常常会得结石 原因就是他们都不动 卧床老人常常合并有心肺方面的问题 又不敢给他灌太多的水 所以就是又没有办法动 然后又水又不能喝太多 造成了他后天性的危险的因子 那这样我们喝咖啡跟茶会有影响吗 因为有人就是说咖啡跟茶里面有些什么茶检 咖啡因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结石这件事情呢 这个在实验室的试管里面是成立的 可是放到我们人体之后就不成立了 就不成立 因为产生结石的因素实在是太多 很多病人他会说 我喜欢喝咖啡 发现某一天杂志喝咖啡容易得结石 喝茶容易得结石 可是另外一个说多喝咖啡 反而有助于结石排出 对 他不知道怎么相信 对对对 我认为原则是你平常是怎么生活 你有怎么样的生活 多喝水 多运动 多喝水 就是喝到小鹽变成无色 对对 那运动 我就跟别人说你偏要做什么运动 我打麻将 嗯 这样不行 这危险的高风险因子 我们在运动是希望能够多做跑跳的运动 嗯 跳跃这件事情 不要不会行的结石 跑跳的运动 这样就想像是如果你这样一滩死水的状态 它就比较容易结晶 没错 你让它是一个比较波动的状态 没错 这好像物理学上面是可以行的通的 而且在国外还有做一个研究 是 他是用3D模拟列印 是 他的研究很有意思 把那个云霄飞车 是 然后每一排都做了一个人 对 然后那个是模型 然后有肾脏跟酿尿跟膀胱 然后你就塞一刻结石 做云霄飞车有助于排出结石 真的 哈哈 怎么这么有趣 而且他们还说做在第几排 我不知道是第一排还是最后一排 而且很多患者会问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 你不要打正波 我去做云霄飞车 是 我说你用正波 健保给付才这么多钱而已 是 你去六福村做一次全家大小 去几千块 下了要死 是 而且人家是拼命一直做一做 不是做一次结石都不见得 是 我如果是有结石患者 我宁愿来接受正规的结石治疗 我也不要去做云霄飞车 OK 但是这样子这个实验值告诉我们 其实你如果多动 多做跑跳翻滚的运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对结石的排出是有帮助的 而且其实跳绳也不错 跳绳也不错 跳舞机也很好 我曾经有结石两人组 母女 两个都胖胖的 我说啊怎么办啊 我就不安逸动 我说你一起跳舞机 他们母女就两个 整个暑假 就玩跳舞机 玩了两个月 结石球都排出来了 多喝水 然后跳舞机 这样跳跳跳跳跳跳 就排出来了 真的 这样好像不错 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个动机 让别人去有活药的这个 运动的生活 可以预防结石 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常常我这边来结石的患者 那我都会卫教 但是我现在可以多一个卫教就是 不要承受你太静态的生活 可能你会结石布丁跟饮食相关 而是你太静态了 你完全没有波动 所以我就想说 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可以多喝水 除了说预防结晶以外 因为水一直在流过嘛 就像我们血液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静止的血流状态 有在喝水有助于清血管 其实只是加速血流速度 会变成你的体内水进来了 他是有在冲洗的 是有在做一个活药的动作 所以就不会像死水一样在那边 其实感觉多喝水 跟多做一些跳跃运动 是真的蛮有帮助的 没错 那因此如果别人再问 我可以吃菠菜配豆腐或什么 我们是要怎么回答他 可以啊 不要吃过量 我就说那你非要菠菜配豆腐吗 你不能吃青花菜吗 你不能吃秋葵吗 就你硬要菠菜配豆腐吗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你讲到很多味教 都是跟以前不一样 像尿酸也是 到现在还有医生说 不能吃菇类 不能吃豆类 说那个高尿酸的治疗指引 都已经在好几年前 2014年以前 我知道他就已经改成 就是只有肉类的飘铃 或是果汤或是酒 这类或是过度运动脱水 才会造成 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观念说 你吃豆腐会有尿酸会痛风 你吃菇类蔬菜会痛风 真的很多米饰是需要去修整的 所以我想顺便问一个问题 总结下来 侯医师你觉得 是因为高脂肪不动不喝水是主要 还是说肥胖本身这件事情 是说他身上有什么发炎或什么 就会造成容易结石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他的占比是多少 我自己在看门诊或是看一些文献 大概目前大家的共识是 会长结石最重要还是基因 还是基因 就你这一辈子你的生活就要想过 你的结石可能就会发生 你就要做一个说乳房预防结石的生活形态 然后定期就要来医院来追踪一下 这真的让我提醒说我想要去查一些文献 是关于我们的Microbiota 肠道菌跟结石的关系 因为刚侯医师有讲到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的尿液当中 我们的肠道其实跟这个草酸的代谢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像之前我就有跟其他医生分享 有些人为什么喝酒会脂肪肝 有些人不会 因为其实我们的肝肠循环当中 有一些是在我们肠道先去分解了 这个乙醇的成分 然后剩下比较少的跑到你的肝脏 你就会比较不会脂肪肝 所以一样对 所以如果今天那个代谢产物呢 我们可以在肠道或许分解的状况 更多一些 就会有少一些跑到尿液当中 这是有可能 所以我在想或许容易结石的人 是不是他的肠道菌的基因 跟别人不太一样 也是有可能 我其实可以做一些研究 你应该把结石的人的粪便收给我 我来看那个Microbiota有没有不一样 那结石病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结石你不是收我的结石 你是我的粪便 他刚刚说跟你的肠道对草酸的吸收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找到解方救这些人 不错不错不错 现在很多做FNT 就是分辨菌相移植 有可能如果你是个结石基因的人 但我把一个怎么样都不会结石的人的肠道菌 移植到你的身上 你就会变成一个不容易结石的人 对 我真的觉得这个基因的部分 到底多少是后天肠道菌的基因 多少是先天基因 真的是可以来做个研究study看一下 好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侯医师 就是来跟我讲 谢谢王医师 谢谢 教学相长 那这样以后如果我们有肥胖 或结石历史的学员 那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我们只要饮食上面 注意就是均衡饮食 然后减重很重要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肥胖就是高风险 那我们吃低脂 或者说吃这些高纤维食物 也是会有帮忙 那就不用太担心那些房间的传言了 是 好的 谢谢侯医师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